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各位介紹 這也加入了節目來賓 第一位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 這次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這次媒體人何喜勝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漁船事件 可以說是越演越練 是不是現在民進黨政府 有一點在等於要做 認知作戰的一個概念 當然我們的海委會主委管閉臨 現在也在臉書上發文 他澄清說 他沒有說過要對中國強硬 他強調他只是為了保護海巡 我歡喜承受 講得好像是有點委屈的樣子 甚至管閉臨在他的臉書上 PO出像這樣子的一個對話截圖 這個對話截圖似乎是在呈現 他跟段儀康的一個感覺 那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中國兩個漁民該死 越界不中他們的船 只會越來越囂張 甚至要說 現在對中國就是要強硬 甚至有一個自稱是小段的人士 也說這個海巡署 堅決不能夠交給媒體影像 否則事情就是越演越烈 越演越大 管閉臨PO出這張截圖之後 他其實也有PO文在旁邊解釋說什麼 他說這個是對他的攻擊 慢慢呈現出來了 認知作戰整體的戰術都完整了 網路上就是有訊息 要把他給妖魔化 甚至段儀康也說 段儀康說這個在群組亂傳的圖 根本就是假的 管閉臨跟他的頭貼都已經不對 而且造假的太草率 已經在調查報案當中 可是大家也想問 過去我們來看 包括了正文 疑似正文燦 疑似羅子正的這個影像 到現在都不明 那警方到底多久時間能夠破案 這是大家還有打上問號的地方 那現在也爆出管閉臨說 是不是下指導旗在帶風向 海巡要扣船 徐小型也秀出的數據來打臉他 怎麼說 管閉臨下指導旗 讓民進黨口徑一致說 海巡要扣船 不要說驅離 因為要扣船才會有必要來做追逐 而這幾年來 扣留的船 數量大概是一年 差不多十來騷左右 管閉臨也說 他說這個以兒傳 怎麼好像跟陳建仁講的一樣 以兒傳業的批評很多 選擇兩則來回應 第一個是有關 他在立法委員群組的貼文 只要有看到原文就知道 那個是在談中國的制度 另外關於蔡總統任內 或是他在海洋委員會的主委任內 是不是要更嚴格來取締 大陸的船數字會說話 他就不多做說明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數字的部分 這張圖其實是 巧欣他在質疑的這個地方 他PO出說 馬總統的八年任內 一共大概只有一萬多艘 一萬多艘的船 被扣留大陸的船 但是到了蔡政府的時候 只剩下400多艘 可是大家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只驅離不扣留的話 那為什麼這一次 這一次為什麼還要強硬的 好像有點要扣留跟驅離的感覺 大家覺得好像有點都不太起來 所以現在海巡署也 發新聞稿呈現 他說近三年有下滑 呈現下降的趨勢 他們說他們執法重點就是 主要針對不配合的執法者 還有累犯 甚至還有船舶的 這些無師待案的才會扣留 另外海巡署的常態也是執法作為 來確保所謂的海洋生態 但現在坦白講 現在已經風波延伸到 自己的台灣內部的一個政治局勢 甚至有人在這個話題上 持續在做所謂的認知作戰 誰在做認知作戰 就是民進黨立委林楚英 他說什麼 你們這些質疑的是台灣立委 還是中國立委 這個話題又來了 他說這個扣船是有效且必要的手段 如果讓對方知道我們更不會扣船 那接下來只會有更多的 中國船會親門踏戶 危害台海安全 所以現在感覺質疑的人 你們到底是在當台灣的立委 還是在當中國的立委 不過現在大家談到說 這個消失的35分鐘的時間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機制 現在有前海巡署的高官擔憂 會不會導致所謂的 兩岸救援機制受到重傷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次事件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官方的態度似乎還不太明確 甚至還有點怪來怪去的說法 那這樣子會不會原本傷害到 我們兩岸之間原本共同的救援 以及通報機制 這是大家非常擔心的一點 那現在看起來 因為在漁船事件 好像兩岸的關係 好像有開始慢慢緊張起來了 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言 現在傳出要率團訪問大陸 甚至不排斥要跟大陸的官員見面 甚至夏立言說會轉達哀悼之意 那國台辦我們昨天開始看得出來 包括了這個王滬寧他有說 今天宋彭也說了 他說一定會傷害到兩岸情感者 他要付出代價 他說如果有人一意孤行 傷害兩岸同胞的這些福祉 傷害兩岸同胞的感情 他們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話過來先請教亮哥 這張圖 管碧琳管媽PO出的這張圖 後來說他好像說放話要對 曾經說對中國強硬 他說他為了保護海巡 他歡喜承受 他真的有在歡喜承受嗎 那個看起來是LINE的 就假新聞 我剛剛問韓濱 我跟韓濱都沒有收到 我坦白講我也參加滿多群組的 我就沒有看到 這個到底哪裡冒出來 我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管碧琳有收到 這個 沒有人要去討論管碧琳的企圖 是 人家都是在做程序在做討論 沒錯 就是你的海巡署的作業 比如說這一張表我覺得很好 海巡署早就該公布了 為什麼昨天才出現 對不對 你這個出現就讓人家知道說 馬英九那時候也有執法 對 可是轉捩點是2015年 就是民國104年 因為那個時候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法 然後加大罰則 他基本上把罰款增加 5到50萬變成30到1000萬 而且還可以留置 所以船員你不能被放 所以馬英九任內 基本上只有罰款 就是5萬到50萬 海巡署是沒有公布 平均罰款金額 搞不好都是用最低罰 所以你去想一想 馬英九任內的扣傳 假設只罰10萬台幣 他覺得他抓的餘購 那就划算了 就變成這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覺得這張表早就該公布了 這張表有利於讓管碧林來說明說 我們並沒有特別嚴 可是這一次大家在爭論的是 不是嚴跟寬的問題 而是有人死 對 比如說我們從民國98年 2009年到現在 請問有過類似這樣的死亡的事件嗎 好像沒有 可能是沒有 所以你這一件就是唯一的一件 十幾年來唯一的一件 對 十幾年唯一的一件 唯一的一件當然就是作業 就是他的海巡署的執行的過程 事實上我昨天聽陳玉珍在講 說大陸已經派人來了 那提出來的要求也非常簡單 就是真相 是 究責 那如果是有錯就認錯 那第四是賠償 就這四點 對 這也沒什麼 這是一般的 那為什麼民進黨政府 真相 究責 認錯 賠償 如果你有錯 當然就要道歉 對 不是 對不對 所以重點還是第一個 就是真相 因為真相會決定 你後面的那個是撫慰金 還是賠償金 是 所以真正的重點就是真相 那管碧林說他很重視海巡 那我請問你 我們從20 事實上從2022年 資通器材不能用大陸的 就已經開始實施了 那這個金門地區密入器不夠用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不賣了 你不是說你最照顧海巡來源 結果現在還要動用行政院長的 第二預備金來弄 對啊 奇怪 包括像書發部的經費都變那麼大 不 我跟你講 海巡也不是沒錢 是這個項目也沒多少錢 他用第二玉杯軍去買也只有3000多萬 也沒多少錢 那你為什麼你連這個問題你都不知道 對啊 然後還要陳俞珍爆料 說因為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的密入器 資通器才不能用 這個也是 也是 大概三天前我們才知道的 是 三天前陳俞珍才爆這個料 所以才導致 大部分的海巡人員出任務 沒有密入器可用 這個事實上是陷他們 於執法上的 這個證據保全上的風險 對不對 你都一起糾紛 你會被告 比如說這次來 事實上來的第一天 我知道海巡署的副署長 因為它不能外露 可是聽說在裡面吵的聲音很大 那就是因為沒有錄影袋 對 不然怎麼會吵 如果有錄影袋會吵 對不對 我後來也知道 大陸相關的人員 專家 也去看了船 他們就是要看那個船 到底有沒有碰撞 有沒有那個擦痕 是啊 那請問你 你們難道沒有做 船體的碰撞分析嗎 為什麼這個不能公布呢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科學紀錄 對 我們不會為難 說每個人都有意識形態 我們才不會去質疑意識形態 民進黨主張什麼大家都知道 這有什麼好討論 人家主要是在說 為什麼都沒有科學的證物 是啊 為什麼都沒用 科學證物第一個叫錄影袋 第二個叫做 船體的插撞分析 科學數據拿出來嗎 沒有團體的插撞不只是撞痕 還有力度 力度也可以分析 還有遺體 它有沒有被撞傷 然後有沒有開槍 那槍支出任務跟回來之後 可以看槍支有沒有掃了子彈 對不對 還有許小新他們爆那個料 說中間有30幾分鐘的 不見了 關鍵的錄影檔消失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雷達的航機圖 這個也是科學紀錄 沒錯 沒有一個科學紀錄被公布 你要叫大家怎麼不懷疑你 有於膩 對不對 當然是因為這樣 沒有一個科學紀錄被公布 不是只有密錄器 是 兵哥不覺得太誇張了 剛剛亮哥說 沒有一個科學紀錄被公布出來 那像管媽又說什麼 有人把他妖魔化 我覺得民進黨很厲害的就是 就是這幾年 他們每一次都能看到 我們從來沒看過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每一次都有這些東西 就只有他們知道 我們都不曉得 我還真的覺得他們本事很大 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 妖魔化不妖魔化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如果從一開始 你就公布了所有的真相 有影片 有還原現場當時的狀況 本來就沒有什麼好爭議 就是看影片會說話 事實怎麼樣 我們有錯就我們有錯 如果錯在對方就錯在對方 就沒有這麼多爭議 這件事情為什麼現在會上升 變成從一個意外事件 變成政治事件 就是因為一開始 你們自己的說法一變再變 所以先是說他自行頒覆 後來又告訴我們說有多出碰撞 然後現在到底是不是碰撞了 又不敢講 因為陳建仁還在堅稱說 不是因為碰撞導致沉默 金門地點署沒這樣講 金門地點署是沒這樣講 可是問題是海軍署的記者會 自己講了 說是他們摔尾的時候 撞到我們的船到沉默了 對啊 所以你們到底在搞什麼鬼呢 你的說法一變再變 請問一下要大家如何相信你 然後很多東西基本上邏輯 陳建仁還否認有碰撞 他否認有碰撞 說不要以而傳而 所以我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他現在告訴我們說 金門海巡隊有13具密錄器 可是這13具密錄器優先分配在哪裡 優先分配在35噸以上的船 那問題是35噸以上的船 他們是有固定式的密錄器 那個攝像頭記錄器的 那你有毛病嗎 有固定記錄器的 你還把密錄器分給他 然後10噸這種小船 沒有固定攝像頭 你就不給他密錄器 請問一下你到底在幹嘛 這不是完全不合邏輯的 一種配置方式嗎 你們真的是這樣配置了嗎 我想世人都會懷疑吧 因為這不合邏輯 正常應該是 你既然有固定攝像頭 我密錄器又這麼珍貴 當然是分給這些小船 然後第一線你13具正常來講 如果都是配給第一線執勤的人員 我覺得也不會不夠用 那為什麼你一句都不配給他們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真的沒有配給他們嗎 我到現在其實我不相信沒有錄影 我是一直不相信 只是不公布出來而已 我認為你只是不想公布 因為你整個說法都不合邏輯 那你現在跟我都不相信 你覺得大陸他們家屬會相信嗎 然後再來很簡單 剛剛亮哥講的 其實很多東西是科學 有證據可以說話 你自己主動公布 檢測結果不是很好嗎 然後實檢結果你也告訴我們 這些東西已經一個多禮拜了 應該不會告訴我 檢查不出來吧 你把真相公布的越多 就越避免了很多爭議 結果你不是 你是選擇去掩蓋實情 什麼東西字字烏烏去講 聽說今天已經第六次協商 我是認為協商不出一朵花來 因為雙方根本立場就完全不同 老實講我們可以接受賠錢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可以接受賠錢 可是你只要道歉 認錯 我認為很難 他們現在採定了調 就是要抗中保台 那我覺得管媽公布這個 第一個告訴我們 其實原來馬英九 雖然跟大陸之間看起來交情不錯 人家執法並沒有手軟 他該執法還是執法 然後再來因為罰則調高了 所以這幾年 這幾年扣船的事件變很少 那既然扣船事件變很少 請問一下海巡要不要告訴我們 當天他為什麼硬要去扣 這艘船的目的是什麼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麼危險的動作 到底他有什麼值得你懷疑的地方 因為現在看起來 他也不是走私船 對不對 他上面也沒有被你們撈到任何東西 你們到現在所有的理由都不告訴我們 這樣子怎麼能夠讓我們不懷疑 我昨天碰到張旗凱立委 他說他碰到陸委會的人 我就不講了 他說底線是不能認錯 不能認錯就對了 他們來說有好像是樂觀看待一下 就是不能認錯 現在官方斷線的民間之好 包括國民黨自己副主席要率盤仿中 也不排斥跟大陸官員見面 想請教一下啟聖哥你怎麼看 現在包括了民間自己 反而要自動自發的去緩和這個氣氛 我們官方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不太容易 就是民間的話 你比如說陳玉珍 陳雪生 通通都分別都表明了 希望能夠出面 然後來協處 這樣的事情 可是好像政府的機關並不領情 所以顯然 也許政府他有自己的一個辦法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我覺得大家 可能都不太會抱以希望 因為目前兩岸關係的這樣的一種 激動的一個情況之下 並不是太容易 所以說這才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兩岸關係的試金石 也就是就這樣的一個情況 來看看 抗中保台的民主進步黨的政府 他們怎麼樣來 輸出這個日益頻繁 在交流頻繁情況之下 必然會去產生的一些 種種的問題 但是我話講回來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所討論的這些 比如說這個群組裡面的 這樣的一份截圖 到底這是不是一個自導自演 因為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 對於這個截圖的所從何來 到目前為止都不受討論 都沒有人收到 奇怪 所以是不是自導自演 沒有人收到 對 我覺得既然 這個管碧玲跟段一康 分別都對這個問題 都提出了看法 我也希望說 他們能夠交代得清楚 第二件事情我就覺得 唐鳳部長在這個時候 真正就是發揮作用 雖然即便很可能外界 預測要下台了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 臨別的一個賀禮 我覺得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能夠早日能夠水落石出 但我覺得就是管碧玲 現在他指責外界 在進行所謂認知作戰 我覺得真正在進行認知作戰 就是說一般的民眾看來 應該還是在海委會 也就是說海委會 他的認知作戰到什麼情況之下 比如說他說他 什麼青春正貌還是怎麼樣 沒有人談到他的青春的問題 對 管碧玲 對 所以 都自己在講對不對 大家是舊事而論事 從來都沒有針對管碧玲的個人 而是對於他的調處 也就是海委會 在這一次這個事情的調處 最重要就是 到底這次的執行 有沒有按照這個 海岸巡防的這個 刑務實施要點 或者是叫做實施檢查 應注意事項來執行 我覺得這是大家所關心的 所以說很多人都不相信說 中間有沒有密錄 或是沒有錄影的這個事情 因此我覺得這件事情 展現在世人面前 我覺得最為遺憾的 這就是一個 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個示範 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法制 怎麼會是這樣處理 也就是兩位生還者 他們如果被認定是違法的 怎麼會在檢方徵訊完以後 就賜回 我覺得不是應該 要在台灣這邊要去服刑嗎 服他應該有的刑期 提早明天送走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 包括說內容的 這個說詞的反覆 我就說這個海委會 這個說詞的反覆 這幾天都非常多人討論 我覺得真正 我覺得值得擔憂的是 除了兩岸的關係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台灣民主法制 今天處理這樣的一個情況 展現在世人的眼前 令人搖頭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後來繼續討論 我們下集中 我們的觀念 我們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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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監獄 我們下集中 要集中 訂閱我們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 看ista 你們下集中